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四的凌晨應超上演三場精彩好戲 其中曼城將坐鎮阿提哈德球場迎戰搬離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曼城各項賽事對鎮搬離保持著12連勝 期間多達11場完成零風 優勢巨大的南越亮本輪未有不勝之理 去年12月初赫富阿士東維拉維曼城敲響警鐘後 曼月亮徹底蘇醒 他們在其後進行的十項各項賽事中 豪取九勝一和幾不敗皆跡 最近更保持著七連勝勢頭 狀態相當火熱 值得提的是在這波不敗場次之中 風扇殺手艾琳夏蘭達一直一雙高掛面戰牌 但進攻方面人財仔仔的曼城被未有受到影響 他們在這段期間坤長火力能達到2.8球 北錦祖利安·艾華利斯完成填補了羅威人的空缺 菲爾·霍頓和貝拿·杜斯華等人亦有建樹 加上進攻發動經旗雲迪布尼已於1月初復出 這是南月亮持續穩定輸出的關鍵 更何況艾琳夏蘭達有望本輪營內復出 曼城的進攻火力無疑更上一層樓 除此之外 南月亮近段時間的防守都有作改善 過去七進各項賽事多達5場完成零風 作戰恢復健康的曼城後防線依然是英超最勞不可破一度的屏障 本輪面對攻不虐守不穩的搬離 曼城主場青紅未有難度 儘管搬離上季在英冠創紀錄提前7輪確保升班 但重回英超後的他們不得不面對競爭慘烈的現實 而11輪聯賽過後只得3勝3和15負的劣跡 即12分處於降班區內 要知道在英超歷史上 只有2004-05賽季的西部朗 在同期相同職分的情況下完成補組 主稅高帕尼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眾所周知 高帕尼球員生涯系曼城的公分隊長 曾幫助球隊贏下12座獎盃 但作為主稅兩次對陣老冬家適數全敗 一球未入至於失足9球 高帕尼帶領的搬離面對曼城可謂毫無辦法 不擅長打逆風波是搬離的一大問題 據統計 他們在過去18場處於落後的英超比賽中最終全部失利 其中包括今季的15場 金浦更是面對擅長守住聖果的曼城 伴尼注定扮演順風角色 陣容方面 後衛查理·泰萊 中場尼頓列特文和前鋒 勞卡高利奧數相決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